到家了 脱了行李箱 我自己打了个车回来 花了60块钱从县城打车到家里来 然后哥哥他们都不知道我回来了 偷偷的告诉他们 偷偷的给他们一个惊喜 谁的狗狗啊 牛奶 牛奶牛奶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牛奶吗 哥哥不在外面玩 不知道跑哪去了 偷偷的给他一个惊喜 他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到家 我们的停车场 已经长了这么多草了 上次 好 不过来 我已经帮人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接驾 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那個哥 既然是車接我的就想把箱子拿給他推 哈哈 爸 爸呀呢 我還買了一個西瓜回來吃 回家吃西瓜去 啊啥呢 現在往路了 打工回來了 哥哥打工回來了 哈哈哈哈 好耶 我弄這西瓜哦 這個... 瓜 應該很甜 也還要來撈一個 哇賽 皮好薄哦 嗯 怎麼感覺上 我怎麼吃過西瓜呀 我是昨天晚上8點鐘就已經到縣城了 在縣城住了一個晚上 因為今天早上得做核酸檢測嘛 做了核酸檢測出了結果 他們才讓我回來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沒啥事了 所以就打個車回到家了 但是回到家之後 只看到哥哥在這 我明明想偷偷的進來的 沒想到哥哥早就發現我了 還出去接我了 爺爺奶奶他們上山幹活去了 等一下回來可能會有一個大驚喜 哇這銅箭草都長這麼高了 怎麼這一盆沒長 哇賽 還有姐姐種的玫瑰花 可是這玫瑰都黏了 沒人打理都黏了 沒人打理都黏了 沒想到現在還有這個玩意吃 哇賽 真棒 我決定了 我明天去看一下 我跟老媽出來之前 我跟老媽出去之前的那塊雞 還有沒有這個東西吃 嗯這種真好吃 比草莓還好吃 小殘鬼 我感覺像是領導下鄉來試茶一樣 一回來就看看家裡 這裡熟了沒 那裡熟了沒 哇我種的桃子也熟了 我們今年有桃子吃了 小夥伴們 這裡 還有這裡 哇還長得挺多的耶 這一顆都長了一二三四五六個 七個 這上面還有 我看市面上的這些毛桃已經開始售賣了 為什麼我們家的毛桃長這麼晚呢 到時候有桃子吃了 好久不見了兄弟 全部都被這兩隻狗給吸引下來了 都在這看著他們兩個打鬧 這條狗狗是我們同村爺爺的狗 然後胖噸噸的老是撞我 剛剛這個小朋友都被撞倒了 可惜我沒拍下來 兩個兩個兩個狗 他就被那個狗給 在在跑 這這兩隻狗就在那跑步把他給扮倒了 好胖啊他老是撞我你別撞我 你別撞我 我覺得他好喜歡撞人啊 胖胖的 哈哈 然後還沒有尾巴一直在扭那個屁屁 扭扭扭扭扭扭 新蟲 這是什麼狗這叫斑點狗嗎 牠叫毛毛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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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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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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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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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都有 小孩俩 今天我不是打了个滴滴打车回来吗 花了60块钱 然后呢 到家了以后 我跟奶奶在聊 我说我是打车回来的 花了60块 等我到家不久之后 我就看到我闺蜜也从县城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 早知道她回来 我就联系她就好了 但是她正常情况下 今天是 今天不是休息日吗 我也不知道她会回来 所以我就没有联系她 然后我就说 浪费了60块 然后奶奶说 是啊 不然能够买好多猪肉了 现在猪肉很便宜 今天确实是 做了一个没有准备的账啊 没事 花这60块钱也值得 回到家了 太冷了 然后穿上了棉衣 今天晚上呢 就先这样简单的 度过今天晚上 明天开始要把所有的被子什么的洗掉 然后该晒的晒一下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 我们要准备吃饭了啊 咱们就下一期视频再好好的拍 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看家里面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